来看到民进党立院党团今天举行了党团大会 外界就预计会讨论到下届的政府院长可能的人选 而党团最后做出了决议29号再次开会 届时将会确定人选而几个被点名的人都很低调 倒是主席蔡英文首次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来到立院 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大政党出席立法院一旁站的就这么巧 刚好是传言的立院龙头搭档柯建民太齐昌 是不是有意无意拉台和蔡佩 民进党新会期首次党团大会 外界最关注院长由谁来当 我的态度呢我在这里也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第一我的态度是尊重我们党团的共同的决定 人民第一次把国会的权力交给民进党 我们必须要满足社会对改革的期待 原本预计假投票进行表决 却在会议前传出党团倾向以协调方式讨论 立院人选目前决议29号再召开党团大会 届时立法院政部院长人选应该就会出炉 我觉得大家大概都不希望在假投票中落败吧 很多人有意愿的人都不希望是一个这样的结果 所以在这样子的考量下 协调成功的几率是很高的 蔡英文半年前出席党团大会 这次再来可能是史上第一位总统当选人 清零国会 身份大不同在立法院引起一阵骚动 不知道是天气太冷还是小鹰威力太强 第三次政党轮替就连立法院外墙都要改朝换代 不过有一角逐政府院长呼声很高的总招 踏上人生高峰前一刻本人倒是很低调 我想大家不要再 如果以为今天是要谈政府院长选举 都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这个政府院长选举 是一定要尊重蔡总统的 我们蔡主席的看法 新会期民进党立元席次由原先40席成长到68席 小小群衔一楼已经坐不下 党团大会进驻国民党惯用会议室 还没看议准职政党气势已经如红 BJNTP有家有另外说话 新台北报导